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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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要從蟬花這個東西 最基礎工開始入門 我會從頭你要1000 以前我們體驗可能用文化線 今天我們要用紙繡線 從分線開始學基礎工 到上線跟殘料 我前面會帶你如何去碾線 到後面直接用紙片跟鐵絲來做使用 大家可以看到你都會拿到一包28的 還有26的 數字越大越粗 越小越細 一般來說我們都是拿28號的鐵絲來製作比較多 我們這次要做的這個頭花 都會以28號鐵絲為主 然後每個人呢 我們都是先用紅色的一整卷來練習 這個一卷呢 至少新手用三名以上沒問題 那還會給每個人一顆這個彩色的線 你就可以用彩色的線呢 去做別的東西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的課程 一次一次就是這樣子一整個喔 因為它有0.4跟0.5的 你需要認一下大小 對 對 你的手指頭直接擦一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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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線會毛掉你就會不喜歡 對 對 就會沒那個光澤的細節 多長 一個半 手臂 一個半 手臂 你就會踩過來剛好到肩膀 好 然後剪下來 好 就這樣那麼長 OK 好 那我們要練習分線 通常啊 我剛剛說這個有四股線 你可以 我們通常都是兩股兩股的細層 兩股線 多細層 所以呢 你要把它分成兩股的 不用一次分成四股吧 四股會 當股產會太細 它容易薄掉 因為它是由細細的一縷一縷的絲線 集結成一股 然後有四股在集結成的一條線 那我們要把它分線 分線的話呢 因為它是這樣黏 這樣黏 對 好 啊打開了之後呢 把你的縮頭跟進去 兩條線 一起 然後 就把它拼轉 跟它一邊 開 好 基本上我們要把它分成像這樣子 好 這就是我們要練的第一步 基本功 剪線 分線 那有些人會說 老爸你手不動 我手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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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把它打開 因為你把它打開 剛好是你的手 所以你把它打開 打開 明明 做其他 你把你了解 做其他 看 這次 都是 做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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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典型 就是能夠像這樣做 可是我們現在大部分如果你去買這種 鹹阿蕙阿蕩他們用的都是這種線 然後大磨食指也要去幫你用 指甲 大磨者的指甲壓住你食指的肌肉 很快就能體會到你 那我等一下呢 第一個工夫叫做碾 碾線呢 它本來是一支金屬色的鐵絲 等一下要變成整根都是紅色的鐵絲 這是你們等一下要完成的 線 大拇指濕時捏著 鐵絲壓在絲線上 然後折進來 這樣子壓著 壓進來之後呢 往自己的方向轉 你會發現線就上去了 線就纏上去了 線就纏上去了 它要多黏 好 我們就是這樣纏 好 阿有時候齁 纏不動 推不動就變成這樣子 這邊結成一顆球 一樣推回去 好 阿有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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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廟早期不是在這邊 是在那個官校 就是官校的學廟 就是我們說的鐵絲 教材在那裡 有鐵絲 鐵絲 阿姨你知道鐵絲絲在哪裡嗎 對 官校的學廟 鐵絲 以前是鐵絲絲的鐵絲 那那個時候 我們爭 有很多 兵要有很多 香脂絲 所以我們才會叫做 收拾牆 我們以前的爭 叫做收拾牆絲 阿因為 日本來的時候 看到那個鐵絲 鐵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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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我們 那個 鐵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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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那我們在黃點 早期我們就在黃點 那現在的紅點 就是現在的位置 然後補充一點 為什麼是叫相思靈 不是 想思靈為什麼不叫想 想思靈 是因為當初聖武有指示說 人要有心才會去想念 所以多加一個性子 才會變成想思靈 而不是想思靈 對 早期就是 四百多年前不是有一批人 從大陸沿海地帶渡船來台灣 然後有時候 你只要對宗教有過了點 都知道渡海過來的神尊 不可能太大分 都是大概這個尺寸 對 因為要攜帶方便嘛 所以才會這樣 欸 然後旁邊 右手邊這一頓就是城隍爺 這城隍爺也是早期 從那個鳳山舊城 城隍廟 混零過來的 他們原始DEP就是由 五尊分領的 可是他們一直四處找 四處找就找不到第五尊在哪裡 直到我們 前三年回去進鄉 他們才找到第五尊在這邊 那這一尊城隍爺也是 歷史相當悠久 一百多接近兩百年 對啊 然後那一尊 秋福千歲 他應該也是有接近兩百年 只是他原本的金針就是 木質腐爛了 不堪服 不用他又 他 個人 個人不願意再整修 所以才會再苦掉一尊 對啊 然後 然後 因為有時候 我邊看到那一尊神明就是我們 那個 證我 看起財心跳 對 因為原本我們就是有想說 我們還疑罵三百多年了 盡量不要讓他常常出去 因為有時候出去風吹 吹吹在雨林 容易受損 然後有時候這種我們 我們簡稱要父尊啦 就是 就是有時候要樓住啦 或是家裡有人要熱鬧啦 或是住家 入住 要請回去拜 所以我們才叫這一尊 但是我們原本要找一尊軟生的 那邊有人說的那邊的話 他一直保而過一點點掉 後來直到去年他直接拖夢給他聊 那個雕刻師 然後雕刻師跟我們的廟方人員接觸說 某某委員 你們廟最近有一個女生神秘跟 那個男生神秘要來找我 然後他在沒什麼 拖到時間啦 就一下子就給他雕刻出來 純爽跟雕刻的這樣 VIA RAN 你當時啦 看到時候回應是 那時候我忘記 好像他是 811年到台灣 對 那時候問啦 那時候是2018年問的 很久了 對 那現在應該超過300年 對 那 陳皇爺的部分 他是還有一個故事 就是我們前陣子是要去 有回佐尼 那時候 是他自己來說他要回佐尼 然後我們想要幫他換衣 一直保護過 結果他自己去找到那個 陳皇爺他們的幹部 看到委員 對 對 對 他這個委員 就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樣 不是 因為他那時候有講 他要 騎車後開車 他說不行你要走路 結果他自己騎腳踏車來 然後來在這邊 然後來在這邊 他就跟他夢境的樣子 一模一樣 然後結果他那個人 那個委員先來幫他 我們要換他不給 只要給那個委員換 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要去掛蜜 或要去搭奏 要美美 或是漂亮 或是聖雙 他有個性 他都是不需要 對 如果等到那個進箱前三天還是前幾天 所以 左營那邊才會發現 第五尊原來是到裡面 對 這個以前就是 這個去台南 因為我們都去台南花園 對 非台南花園的時候 他就整幾天 他用臉彈 回去 回來 然後 然後 剛剛有講到他的花心怎麼放 大概放在 我自己喜歡 在下面數上來大概三分之一處 那他短短的就好 有些人喜歡那種花心很長的 你就是放上三分之二處 那種花心就會很長 我覺得 我自己比較喜歡短短的 我覺得這樣比較速度 你就放在三分之二處 先捏著 然後 線 因為不用長的原因是 我們沒有要很大坡 對 先一圈 一圈就好喔 你不要一直長 他會變成很大一坡 就不好看了 另外一個壓上去 長上去 然後 對角線過一次線 這個叫過線 過線 過線的原理就是 用對角線的方式 去把它拉得緊緊的 他會不會這樣刷來刷去 好 好 然後這就是 開花的過程 一片一片多開 一片一片多開 好的 這樣子 不好看 等下我們在整他的型 他看起來會更自然 那現在你就是要過線 一片都過線 最好中間的花線都過得下 因為像線壓下去 他就會打開打開 就會比較自然好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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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對 再給它加一點 它有一點點來加一點 像這樣子 你每一個都卡好之後啊 然後再加上兩片葉子 這樣就完成了一隻 再加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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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十秒天的開場 興奮最初咖啡米 在外面 進入 同一 honestly 還好 進入 再加一點點 進入 進入 再加任 倒一 先上淨 不是 咱安助生丢丢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